好,先跟老實講,就是那個36點 比較大的那個Grand Size的那個結構 目前已經有跑出那個Utome的那個 的區間了 是可以看出它確實是非常弱的 是灰色這一條 那如果Bug出來,你看到D就很完美了 對 那優點的話就是它的強度確實也是 可以看出是比較小的 然後Utome的話也是差距也是 也蠻大的啦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 現在有那個 有Bug的那個缺陷這個拉伸了 那現在是有遇到一個問題啦 就是我昨天 先測試那個Bug是移除1%的結構 那昨天就是在跑迷買的時候 很常會發生Lost Atom的問題啊 不過這個算是有解決啦 但是 後續是有發生這種 不知道是MPI的問題啊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 這種錯誤 而且 發生次數還蠻多的 一三種就怎麼三種 我是用Delete Atom 對,Delete Atom 那我自己也是有在做一個 移除0.1%的 但是現在是跑 是很正常在執行啊 但是 這個移除1%的 它就 執行的狀況還蠻 就是問題蠻多的 這個啊 我是用Delete Atom的方式去把它移除那個 去按照比例的方式去移除 這個指令就是這樣做的 對 啊後面這只是個亂述的那個 一個代碼而已 那它出來有幫你ID變成連續的嗎 有啊 它預設好像是ID會變成連續的 就是刪掉就幫你往前移 對 我記得 這個好像是會把 幫 幫那個ID去做那個 去做那個 去做那個 OK 那個順序 對 它這邊Default這邊是寫YES OK 對 就好像是 喊掉就幫你往前進一位 對 但是 目前就是 那個移除1%的 就蠻奇怪 會遇到 很多問題 欸這個問題 跟LAMS的問題 好像 對對對 又沒有關係 沒有遇過 啊如果假設 0.1%的那個結果 已經 對我們來講算不錯 那是不是就不用再繼續做其他 對啊 0.5%的 對啊 還可以預付 會 這個的話應該是 兩三天應該是可以跑完 只是還不確定 它的結果 你先看它的結果會怎樣 大概是這樣 OK 就整這個啊 這個 如果結果 好的 是 是 可以 那